CES2024九州风神新品抢先看 其实这是我上个月去他们工厂参观抢先拍到的 和这次的CES2024内容是同步的 所以我们不废话就先看产品 这次亮相的新品还是蛮多的 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产品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我们来看风冷散热器 入门级别的AT系列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悬兵400大双塔这个系列 在2024年推出的新品上 全部都会有带屏幕显示的版本 也就是说今年百元散热器正是会进入屏显时代 而对于中端AK系列 本来就有屏幕的产品也做了升级 不仅可以显示温度 还增加了CPU占用功率和频率的显示 即使是单塔的产品 也可以同时显示三排信息 对于喜欢看实时数据的朋友 可能会非常喜欢这个设计 然后是高端的阿萨辛系列 今年会在阿萨辛4的基础上 推出一个单风扇的版本阿萨辛4S 去掉尾部的风扇 阿萨辛4S看起来是非常对称的 好像看起来会更协调一些 不过少了一个风扇 但相对于阿萨辛4的性能到底弱多少我不知道 有机会的话我们来测一下 除了常规的塔式风冷 在去年推出了一款下压式的AN600以后 今年还会再推出一款53毫米高度的 四热管下压散热器AN400 大概解释功率在150W左右 对于使用小机箱的朋友 如果看惯了其他厂商设计的小散热器 是可以等一等这款产品的 然后我们来说水冷散热器 这次九州风神的一体水产品 也进入了全屏显时代 包括比较入门的冰雹类系列 都会带上屏幕 随着等级的升高 使用的屏幕材质和显示效果都会有提升 像是最高端的产品 就会在冷头上使用TFT IPS的屏幕 现在视频里面 冷头上这块屏幕是3.4英寸 480x480的分辨率 还有一款4比3屏幕比例的分辨率是640x480 这块屏幕不仅可以显示硬件的信息 还可以播放视频 这也是九州风神经验要推出的 高端水冷冰雹系列 听名字感觉三人应该就不错 并且这个冷头是内置陀螺仪的 无论你怎么安装 屏幕都可以正常显示内容 并且这次九州推出了一款全新的控制软件 应该会和新品同时推出 然后我们来看风扇产品 首先是入门级别 像是我们非常熟悉的FK120系列 今年会变更为FD系列 并增加14厘米的产品 然后今年主推的中端产品系列是FT和FT Slim FT除了我们常见的12厘米和14厘米的产品 还会推出9厘米和20厘米尺寸的产品 FT Slim顾名思义就是薄扇 主要有9厘米和12厘米两个尺寸 目前是用于夏天37的AN400和AN600上 未来肯定是会零售的 据说2024年FT还会推出RGB和磁吸的版本 这个我们还是可以期待一下 除此之外 听说九州风扇还推出一个FX的高性能系列 未来可能会推出30厘米的后扇性能版本 下面我们来看机箱 首先是这个刚刚发布没多久的莫菲斯系列 确实比较好看 尤其是内置的这三把14厘米的连体风扇 我是特别喜欢 就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机箱体积好大 对于小户型的用户可能不太友好 如果是企业或者是工作站的用户还是比较合适的 然后就是中端的CH系列 感觉整体都变得更清秀了 好像是设计都经过了优化 部分产品也都增加了屏幕 但是最最吸引我的就是九州风扇 终于推出了ITX机箱CH160 最高支持17厘米的塔式风冷30器 拥有贯穿的风道 还有一个提手 现场看到公版的4080装进去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而最特别的是这款机箱不仅可以躺着用 还可以立起来用 我们现在看到这款黑色 就是加了一个底座之后把机箱立起来用 后面工作人员拿来了一个样品 我们看就是在后面加了一个这样的底座 然后就可以把机箱立起来用 但是从现场看应该是可以使用240或者280的冷排 并且这款机箱提供了一个显示屏的配件 不知道这个屏幕是随机附送还是要单独买 有了这个屏幕之后 机箱看起来就更有一体性 包括机箱的做工现场看起来也是很不错的 现在就等官方的价格了 最后是电源部分 说实话九州电源我接触的不多 现场的新品无论是金牌银牌白金牌 还是飞模半模全模组 产品线都覆盖的很全 现场我看到了一个磁吸式的小屏幕 这个可以配合之前的控制软件一起使用 这个屏幕的玩法就有很多 可以吸在电源上 也可以吸在机箱表面 据说今年九州还会推出一款sfx电源 希望可以和itx机箱一起上市 好了产品看完了 因为是去工厂参观 我也刚好进到车间看了看 我相信大家肯定看过其他up主拍过的 非常详细的生产流程 而这里我带来说说我的看法 九州的整个厂房非常大也非常新 设备看起来很专业并且很有秩序 自动化程度也非常高 要不是因为生产过程中有一些噪音 我是非常愿意待在工厂里 看产品的生产过程的 我们在冲压区域看到车间的工人 都是带着降噪的耳塞 这点还是不错的 而生产这个散热器的过程 比如说压齐片 穿热管 还有铲齐片 看起来是非常解压 也非常疗愈的 我估计爱好工业的大男孩 都是非常喜欢的 当然实际工作的工人 肯定是非常辛苦的 但据说他们工厂的工人的工资 在惠州当地算是比较高的 我们现在视频里面的这条生产线上 你们可以猜出来 是生产的什么产品吗 在工厂里面 由于可以看到大批量的产品 这个视觉冲击力还是很强的 非常壮观 这次工厂的参观 我也收获了很多 我希望今年未来有机会的话 可以到不同的产品工厂去参观 好了 今天的这些新产品 你对哪款感兴趣呢 可以在视频的下面留言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 这里是白TV 我们下期再见